如今距离德云瓦瑟杀青已经过去有半年的时间 近日德云社自制剧开始预热宣传 德云瓦瑟官微发布了一则海报 从内容可以看出德云社的这部影视剧更名了 由德云瓦瑟变成了瓦瑟江湖 而且李赫东在社交平台上的宣传也变成了瓦瑟江湖 这也不禁让大家意外 还没有上映就为什么改了名字呢 德云社的自制剧原本的名字是德云瓦瑟 从名字上就能看得出来 这是有鲜明的郭德纲风格 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德云社的作品 至于为什么去掉了德云这两个字 其实道理并不难理解 把名字变成瓦瑟江湖 就是郭德纲老师收起了自己的锋芒 以免刺激到别人的情绪 今年德云社太出风头了 德云社团宗收视率很高 德云社演员不管是综艺还是电影 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如今德云社的自制剧又要开播 好事都成了德云社一家的 别人能不眼红吗 所以郭德纲老师把这部自制剧的名字 去掉了德云二字 别让德云社太张扬了 正所谓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德云社前几年就是太出风头了 引来了别人的嫉妒 如今郭德纲老师也想明白了 不为自己考虑 也得为徒弟们考虑 不能给德云社树敌太多 细心的人会发现 郭德纲现在唱大实话 都把同行的那一句给去掉了 郭德纲可能身上有很多争议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他是一个好师傅 为了自己的徒弟 郭德纲不怕德云社关门 不怕去低三下四求人 捧红了一个又一个的徒弟 虽然名字变成了瓦瑟江湖 但是作为德云社新生代演员的 第一部自制剧 相信粉丝们会大力支持